是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是不是 可是这几年下来我们对原能会 很像是台湾电力公司原能会 那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虽然施政包括你们业务的第一首要的工作 就是切实的监督核能电厂安全 那这么多的委员包括这个事故演习 人家在地核山场的委员都说话了 然后你跟他讲说钱不够 这种话听起来是 我不是说钱不够 我是说假如因为现在预算都已经编了 那假如要再做一套这个像刚讲卡通啊 怎么等等 我想是需要经费 这个也没什么 这个上梁不挣下梁 就跟着歪就好了 这个行政部门行政院都可以 把这个健保改革啊 不够的钱从这个紧急预备用钱啊 第二预备金里面去移拨挪用 对你们来讲也没什么啦 更何况如果照你们 如果你们不是叫台湾电力公司的原能会的话 那照这个逻辑来看 这个你们的一些紧急用途的钱 其实也用不着 如果照台电的评估啦 那为什么这个讲这里面讲出啊 原能会到底有没有能力去监督我们的核能电厂 甚至对台电的监督啊 甚至原能会的位阶啊 能不能对能源政策有所这个建议啊 连建议权我都很怀疑 那我们今天 今天啊 再怎么样 我会排这个原能会排这么多次 就核四就核一核二核三核安 我们讲了这么多次里面啊 其实都很难去跟你对话 因为事实上 能源政策绝对不是能源和原能会能够决定的 那你们就执行面 执行面啊 没有政策面位阶来得高 所以为了政策你们也是啊 只能够这样子 我也爱莫能处了 您刚刚讲的能源政策啊 可能是比较偏向于能源发展的一些政策 可是 没关系 我现在告诉你主委 有关管制安全的部分 政策还是由原则能委员会来定 那我们相关的法规 你们没办法啦 跟你讲说 核四现在这个光是 奇异公司寄给台电的备忘录里面 就那个东西 你就原能会要严格把关 你们连开阀都不行 那更不要再讲说你们能够监督什么 对台湾的能源政策啊 我们一直 包括最近的能源会议啊 我们看到历次的全国能源会议里面 对核电政策的检讨 从1998年啊 1998年全国能源会议里面谈到说 2020年的核能结构 核能结构占13到15% 占能源总结构的这个 19到20% 所以呢 在2020年为止 暂不考虑增建核武 除了这个新建中的核四外 在2005年的全国能源会议里面啊 所以这个基本上原则上还是不变 那在2009啊 在去年刘兆玄院长主持之下 他完全不再提及说 关于未来的能源结构如何配置 也不再提及新木新建核能电厂的这个计划 所以啊 他们讲的就是节能减碳的原则下 如何降低这个碳比 所以依照如何降低啊 这个高碳化的能源比例 是 这个原则 然后来调整发电装置 啊 容量的结构配比 言下之意啊 那个就是 我们认为啊 这个一片 这个主流的声音在说 未来就是核能 核电 然后继续盖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核能政策作为低碳 节能减碳的首选啊 方向和目标在上位者的政策主流里面 大概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呢 呃 虽然还没有政治说要盖核武 但是啊 呃 这个浪潮也一直不断的推过来 那我刚刚讲说 光是核四啊 都还没有运作 照媒体所讲啊 核四的人谋不张的营运 用词是 人谋不张的营运 移控工程出现问题 齁 再加上呢 我要讲 你们来讲 低阶放射线的最终场址 齁 因为 澎湖的东极雨 被公告的自然保护区 所以失去了 这个公告的依据 他不能单独公告 这个都小事情啊 中阶高阶 在各个场区里面 推积如山 已经 场 场址里面都没有办法再放了 这种问题也没办法解决 现在说核能是为了节能减碳的最首要的替代 都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替代 是一颗未爆弹怎么办啊 所以更何况我为什么要讲到你们开始的 台电 台电的原能会 为什么这么讲 今年二月下旬啊 有报道指出台电提出申请 希望将三座核能电厂六部机组再延绎二十年 预估这三组里面啊 三座核能电厂六组的机组要创造八千亿度的电力总产值 而核一在去年七月已经申请延长运转 所以你们在七月才要公告 那你预估核一可不可以再继续研议 我想先针对刚刚委员所提的说 你说今年二月什么这个三部机组 什么延长二十年 那个那个没有 我们没有接到这样子的申请 只有刚刚后面提到核一在去年 对提出申请 对 那你们 我们现在正在审查 对 那您预估会不会再延绎 预估核一是吧 对 但还没有审查完啊 我没有办法预估 我现在告诉你一定会啦 这个就跟前面有一位委员问的啦 就是说 呃 能 假如在 这个最后审查的结果 所有都符合安全的规定 当然 原能会 主委通通不用 我就政治的判断 我直接告诉你 你们啊 这个说法和你们的这个原则 其实都不用考量 你们的原则说法 你们确定要让他演绎 你自然就会有说法出来 所以台电有没有提出完整的基础延长运转期间的详细评估 方法安全评估 通通都不重要了 因为我告诉你 全世界有可能发电的国家 目前都是强调可能安全管制单位一定是要独立 也就是说 他要独立做专业的冠状 来我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目前我们确实也都是这样 全世界运转的机组最长的期限是几年 已经有这个日本还有美国 有些电厂已经核准60年 核准60年 日本的部分多核准10年了 应该是50年 不过美国已经有将近50部机组 是核准运转60年 我不是说核准已经运转了几年的 有超过40年的吗 有三部 所以这个就可以作为依据 所以现在核一要40年延长到60年 因为美国有做过 所以我们也可以继续做 可是你不要忘了 美国的人口密度 跟核一厂在台湾 在台北做一个台北县民 新北市的市民 我们是很担忧的 因为你核一的位置 再加上北风啊 东北风啊 这个出了事情 下来整个大台北地区 加桃园的话 超过将近900万人 上千万人 怎么办 这个跟美国的机组 发生问题的影响 这个是差别很大 所以呢 跟文报告 根据国际的规范 这些都在考虑的因素之内 这个你在听我说了 主委 如果依据台电的说法 核一核二的运转 如果延长的话 它的经费 可以比重新盖一个新的 省十分之九 等于是原来十分之一的经费 所以未来核二核三核一 他们的逻辑就是 以经济节省的这个方式来考量 都要提出研议 那今天啊 都不用再讲 我都可以大胆的预测 不管核一核二核三 提出研议的话 也都会造准 未来也会准 因为啊 这个核能电厂运作二十年的限制 这种形同虚设 国际不管怎么样 只要政治人员政策 政治上做出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决定啊 技术 官僚 这个其他的专业 都被政治给凌驾了 这个是我们 台湾人讲 用卡头无数的 安全和其他的评估 都要经过安全的 刑事的啦 建厂的部分也有没有准的啊 只是现在 研议的部分似乎 台湾哪一个建厂没有准 我不是说台湾啦 我说全世界 我在讲是台湾 台湾的政治都总是凌驾在专业之上 我现在大胆的就告诉你 所以你们 未来七月要公告的能不能研议啊 我告诉你一定会延长运转 那我们再看台电啦 我们不是七月公告 那个审查要两年的时间 去年开始的最高 应该到明年才会有 今年还不会 今年还不会吗 我现在告诉你也一定会通过 那我们在讲说历年来 台湾比较重大几个安全上的二纪录 台电的 2001年3月18 核三场全黑事件 核二场全场大撤退事件 核一场这个空服事件 这个甚至核一啊 在金山核能监督委员会 里面都有数据显示啊 附近的社区民众 癌症患者激增啊 更何况我们在这个最夯的议题 就是地震的议题 全环太平洋火环带里面的地震啊 在现在不管2012还是什么 大家被谈得这么热的时候 我们要再次提醒 核一核二有金山断层 核三有恒春断层 核四有基隆共僚断层 这一种事情啊 我们真的是非常担忧 我们要讲说政府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 政府告诉我们它是一个节能减碳的替代 但政府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 我们的核电安全吗 我们这四十年来的运转里面的失误里面 第一大第一多的第二多的是这个人为的这个疏失 第一多的是这个设备故障 我们的设备故障的失误是异常里面的第一名 第二名是人为 这种东西你们今天还在说演绎是OK的 然后安全的 我们其实是很担忧 这种事情比你之后 对后代子孙要怎么交代 这个事情比现在更重要 谢谢 谢谢林委员